博文财经,黄房产,香港商报,香港文汇报,房哥房嫂,不,这里还有个房祖宗,区区几百套房,的房书房嫂统统若报了,作用15645套房的房祖宗现身,手足收到手抽筋。 中国香港近期的财政预算案,提出宽建差项房产税,在一般统计之后,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,给香港立法,会提供了一份文件。 这份文件里附上的香港10名被宽建房产税最多的业主,以作用15645套房的房祖宗现身,作用15645套房的房祖宗现身,持有40136套房。 香港政府部门公布的文件显示,香港这10位业主,一共持有房产40136套,其中最牛的那位,作用15645套房产,15645套。 这是什么概念?2017全年,北京楼盘新房住宅成交总套数是30115套,仅仅一套数计算的话,相当于去年北京52%的新房。 是这位房祖宗一个人的,十位最牛业主,持有40136套房,文件显示,这十位业主拥有40136套房,合计的房产税宽减额达到2.565亿港元,任何人民币2.06亿元。 其中,减税最多的那位,也就是作用15645套房产的房祖宗,获得减税额度高达1.06亿港元,任何人民币8200万元。 另外九位也不简单,即使是名单中的最后一位,也拥有1258套房产,免税额为890万港元,任何人民币713万元。 网友们得知此事后,纷纷表示贫穷限制和自己的想象。 一,超级业主作用1.5万套房产,即便是最保守的假设,每套房只值上车盘500万,其持有动物业总值便高达782.25亿元。 二,这么多的房子,就算每天住一套,全部住完也要40亿年。 三,假设每套房子的租金为2万元每月,那么每月要收租3.1,即平均每天有520套房子要收租,哪怕每套房子收租只要一分钟,每天都得工作8.7个小时。 真正的收租收到手抽筋。 二,房子太多是什么样的体验? 网友A说自己以前是房地产中介,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客户,其中就有房子多的都能当成段子来听了。 2010年的时候,他带一个客户看房子,跟业主约好在楼下见面,业主到了很平静的说,这栋楼都是他的,然后就从车子后备箱,拿出一大串钥匙来,上楼开门,开了半天没打开,说钥匙带错了。 半个小时后他媳妇拿着另一串又是来开门,看来房子多到一定程度,都觉得跟身上的衣服一样平常了。 今天可以住这间,明天搬到那间,朋友就会直接跟楼顶有露台那间。 还别说,真有一位网友B表示自家房子多得有种诡异的感觉。 有时候睡觉半睡半醒的时候,混混顿顿都会想半天自己到底睡在哪里,然后强忍着睡意睁开眼睛,恍然大悟。 哦,原来睡在这里,引起关注的点在于,财经事务极固物局,4月9日就这个派堂措施,给力把,会回复的一个官方文件。 这个文件,原本是关于减免四级差响的相关内容,但是文件里面却附上了全港首十位,享有最多猜想宽简额的猜想缴纳人资料。 这个看起来平平淡淡的资料,实际上就是全港拥有最多物业的前十名业主的排名,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排名。 三房子的业主是谁?排名前十名的业主,所拥有的物业数目,一共是40136个,差响减免总额达到了2.56个亿,而在这份王大,中,排名第一的这位业王,一个人就占据了39%的份额,遥遥领先于第二名。 也有网友指出,这位最牛业主,实际上是灵感房地产基金,并非个人,是香港政府部门创立的,前身就是香港政府公营房屋部门的商场产业部分。 后来,IPO司有话了,看到这个榜单的小伙伴纷纷成不住气了,开始猜测这个物业王,到底是何妨神圣,更有小伙伴,已经开始想象起了他的日常生活。 简单按照现在的楼价算一下,假设每套房1000万港币,那么这位业主的物业总价值就高达1564亿5000万港币。 如果我要全部卖掉的话,等等,我眼睛有点慌,我的数数正后面有多少个令,如果又来出租,假设每月每套平均租金2万港元,那么一个月一共就要收租3.11港元,一个月30天。 平均下来每天都有520套房子要收租,如果每套房子收租需要一分钟,每天得工作8.7小时,我这太麻了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 如果心血来潮想要检阅,我打下的江山,以前去巡视一套,看了要42年,想想我的人生,还有那么多的事要做,还是算了。 不过,众多小伙伴幻想中的担心是不存在的,因为这位物业王超级业主并不是一个人。 这位超级业主,实际上是灵坦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,他的前身就是香港政府公营房屋部门的商场产业部分。 后来,IPO司有话了,那灵坦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是什么? 灵坦房地产基金是首家香港上市,其以市之际现实亚洲地区最大型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,也是全球以零售为主最大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之一。 灵坦物业遍及香港、北京、上海和广州,在香港拥有1000万平方区的零售物业,几约7万两千个博车位,以及一个发展中项目。 中国内地有约276万平方区零售及办公室物业,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地主。 而且,灵坦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,还是恒生指数成分股。 两本看了一眼神图写到的市值,跟网友根据以前那一套物业和物业总数目,估计出来的价值,竟然并没有相差很多。 图元、腾讯网财经频道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